但是根據洛商協定的規定 台灣參與奧運的名稱 就是中華台北 這名運動讓東亞清運被迫說拜拜 身為行政院長一連噤聲多時 趁著風頭降緩 來清德大放馬後炮 當這個國際奧會 已經最近已經做出決定 就是說還是希望 台灣遵守這個洛商協定 用中華台北的名稱 我想這個 這樣的訊息也提供台灣社會 能夠了解去判斷 務實台獨工作者真的很務實 賴清德大玩不同調 台灣價值說變就變 不只讓台中市長林佳龍好尷尬 更是給正名運動發起人 激震一濟香亮耳光 一號才從政勢力 在臉書號召正名連署表達堅定立場 布置林佳龍 北市長參選人姚文志 也特地公開打力支持 如今正名運動被自家隔魁大打臉 連賴清德都認證過的中華台北 讓正名公投再蒙上一層灰 記者林茫昌陳文越台北採訪報導